最近六頁秦王在今年3月驚爆 在酒店房中跌倒 需要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秦王在日前接受傳媒的訪問 原來他已經入住護老院差不多2個月 與獨居酒店的時候相比 生活和三餐都有改善 他還自爆在住酒店期間 試過腳丸無法行前拿食物 結果捱餓一日一夜 另外秦王自揭替大女還債300萬之後 經濟陷入困境 大女申請破產後失蹤 他現在已經沒有積蓄 雖然有社工幫他申請縱援 應付員費與各項支出 但生活依然有問題 秦王又透露他的紅顏知己Mary 由通關到現在都沒有來過香港探望 幾年來只是靠電話維繫 對方的消費 雖然有其他消費